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昌天下 真是沒聲音 錄完這一節 應該到結束了 這樣五節交一下小課 今晚休息 希望楊奧把箱明天繼續 今天當然最主要的重頭戲就是大腦 大腦真的很正 身體健康最重要 因為我是相當欣賠的人 霸氣中環 沒有之一 沒錯 是霸氣中環 中國 或者香港 香港開埠以來 從來沒有一個這樣的人物 今天改記者招待會 澄清他和呂麗君的關係 事實上 澄不澄清 不關我們事 但是為什麼要澄清 我相信 他要給甘比一個交代 甘比全心全意照顧了他 甚至在他腎病最嚴重的時候 不離不棄 做盡了一個太太應該做的事 上夫教旨也都給了他的子女 一個非常良好的價值觀 從小帶他做義工 搭巴士 電車 告訴他 人是這樣的生活 所以他得到劉聯熊的萬川寵愛 那個舊愛女 均勻他幫忙的時候 然後見到很多小道消息 分分鐘 蕭若元都可能有份 那截了你們的口 不如出個澄清 講清講楚 甘比就是他唯一 這個我相信也會令甘比很開心 有個男人 尤其是劉聯熊 女人無數 究竟有多少真的不知道 我們只知道在娛樂圈裡面的 娛樂圈外面的有多少 不過我們真的不敢說 他真是堅 來到這裡 當然 講回澄清的內容 有問必答 澄清了呂禮君和他的關係 接著也都告訴甘比廳一個頂心院 之後講他過去的女朋友 雖然不要開名 講大家都要明白是誰 第一 當然就講有兩對子母 一對子妹花 他們穿他貴桶 所謂穿貴桶的東西就是 無他簽名 申請郵卡 萬多元個月都騙 而第二個 當然還有講 叮噹波的傳聞那樣東西 而第三 就是講蕭若元 直接這樣蕭若元作故事 什麼對溫就是李嘉欣一生人自愛 是李嘉欣根本就在那裡說 蕭若元 劉聯紅說你說你說不但你不會究竟回應的了 為什麼呢 蕭先生惹不起了 大家要明白 當天蕭先生說十大僑雄的時候 劉聯紅一定榜上有名 而分分鐘是排名第一 結果他講 我不講得劉聯紅的 因為他腎病 看他都過不了多少年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我不要講他 那講誰 可以講賭王鴻生 賭王鴻生當天在醫院已經是植物人了 他又不是就離去 但因為就是何鴻生不會做你 而劉聯紅一個黑白分明 分分鐘你一講他就對你了 結果你就看到蕭先生縮 寧願講一個躺在那裡的人 都不敢講劉聯紅 今天劉聯紅正式回應蕭公子 他怎麼講 他說他在那裡說 誰說他的最愛就是李嘉欣 甚至將鄧大廈改名為The One 他說事實上不是這樣 改The One的名字是他的兒子 劉明偉所說的 說得撇撇撇 而當天那份這樣的報章廣告 事實上就是由他秘書 就是有些傳媒的朋友 希望賺一些廣告費 聯絡他秘書 他秘書就用了The One 就是順便和自己什麼 自己的尖沙咀商業大廈賣廣告 他說 劉聯紅 今時今日月裡無數 他說在娛樂圈叫得出名的 只是佔1% 但是也很多人 有他老婆保詠琴 王志宇 呂麗君 甘比 袁潔應 洪恩 蔡小芬 李嘉欣 最重要的 當然就是關芝林 這些是叫得出名的 哇 叫不出名還有這麼多 真厲害 他說那些人借他過橋 就以某小姐為例 他都結了婚的了 借著廣告 然後加入豪門 他結了婚之後 也都沒有斷過來往 不停地問劉聯紅 買鱷魚屁的手袋 那鱷魚屁的手袋 就是愛馬仕 他這樣形容 大家都明白當日這位小姐認識的失時夾曼 當日他老公追的是誰 曾經追過劉嘉玲 失時夾曼 跟著再追的是什麼 楊超勤 跟著到李嘉欣 那總之你爆漲口 李嘉欣 到最後守得雲海見月明 現在就是百億 身家的闊態 劉聯紅 是一點面都不給 就是說 你問我答 說什麼都可以 除了開名之外 所以大哥 是香港百年難得一個人物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的like 追蹤share 訂閱 波金看廣告 可以的話 加入會員和比賽 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